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我欠大家太多影片了 要慢慢還你一個的片債 在拍年度最愛影片系列和家庭HOME TOUR之前 有一條影片我想先拍了 就是11、12月用什麼 其實嚴格來說是兩條影片 我現在集合在一起 是不是以為我跳過了 忘記了拍了 是因為我去了旅行 然後很忙 一路開箱、VLOG 到現在 終於立刻拍了 一直以來我都會寫下 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 有什麼是很常用的 都會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第一個要分享的東西就厲害了 自從擁有了之後 我完全離不開它 每一天我都要戴著它 忘記了戴會拖拖拖拖拖 然後是同一個類型的 其他所有東西都拋著於路口 是很厲害的 就是手上這個無線充電器 它的牌子應該是 Ferbatum 這個有5000mAh 然後我用的電話是iPhone 14 Pro 它的電量是3200mAh 即是說一個無線充電器 可以足夠由零充到100mAh 還有剩下的 尤其是它很小 它是比起我的卡住 更小 然後更薄過我的卡住 甚至乎是薄過我的電話 它是很輕的 可以放在任何的袋子 無論你是多廢的袋子 都一定放得進 而且它是不需要用線 它是無線的 啪下去 然後它就會開始充電 只要你的電話 是支援無線的功能 你有MagSafe的功能 它就可以吸住了 是很厲害的 如果它怎麼放不掉 這個好處當然是 不需要再記住戴一條線 還有Android機 iPhone都可以用的 我和金先生是不同會籍的 他是在用Samsung 我是在用iPhone 以前我是要戴兩條線 或者他要記得戴他的線 我要記得戴我的線 現在不用了 大家都是這樣吸下去就完成了 是非常之好的 這個 這個是我唐哥給我的 因為它是賣一些手機配件 但是我相信這個牌子不是獨家的 我不是想踩他的台 但是他也跟我說 是超級受歡迎的 他的貨也不多 他的檔後就會在中環那裡 如果大家在京開那邊 或者是方便的話 都可以看我放在Infobox他的地址 因為那裡我又不太知道一個詳細的地址 他是一個檔口 就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在哪裡 你們可以找他 他跟我說 他賣是198元 然後如果你回答我的 就跟他說 我是你妹的頻道的觀眾 他就說可以減20元 我都相信他未必是全城最便宜的 始終中環的物價都可能是有不同 所以大家可能上網可以去搜尋一下 我不知道他這個叫什麼名字 但是有個牌子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說不想到處找 還有我哥哥也說他賣正貨 是比較安全 就是充電器要安全 你們都可以去找他 這個是有灰色 有黑色和有紫色 我手上這個是灰色的 總之用了他之後 世界是美好 他是用Type-C去充電 然後跟平時的充電器差不多了 會有幾顆燈燈呢 告訴你他還有多少電 就是這麼簡單 超級簡約的設計 沒有花巧東西 實用 方便 然後就到Skin Care的部分 我覺得今年秋冬的皮膚 是Stable了很多 可以保持水潤的狀態 沒有試過脫皮、乾到裂 彈性有提升到 蘋果肌在對的位置沒有跌下來 所以我深深體會到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Collision Boost 作為一個走過歲月的過來人 我可以告訴你 當你皮膚開始覺得乾燥 擦的保濕都不吸收的時候 這個就是膠原流失的第一個徵兆 很多朋友仔 尤其是20代 你不會看到自己實際流失了多少膠原 流失得多快 你只是不停保濕再保濕 所以如果你是在20頭 開始著重Collision Boost 有一天你會感謝自己的 你可以看10年前的相片 現在的相片 對比 你就知道自己有沒有做對的事 即是人大過了 好像我這樣 你會越來越怕皮膚乾到出紋 毛孔鬆弛越來越大 上妝的時候容易結粉浮粉 Jawline開始不明顯了 面頸連成一線 你會很在意 就是旁邊這個輪廓 會不會看下去很鬆弛 對 我早前聽說 這個OLE的Super Cream 和這個Super Essence Water 他們簡單兩個步驟 就可以解決以上的問題 那麼厲害 那我就試一下 都試了一段日子 你看到是用剩三分一的了 那我就想看看 在我的Skin Care Routine 如果只用他們的表現是怎樣 你知道天氣是又乾又冷 又熱又濕 不斷在過山車 那我就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口感 我經常都說 不用每次用到最貴 千多元幾千元的護膚品 最重要是選適你的膚質 然後它的成分是有效 例如Pactai 是很多尊貴的產品都看到的 其實OLE Super Cream都有的 效果一個字 彈潤 在這段時間我最有感 是乘飛機去名古屋的前一晚 我只睡了兩個小時 再加上鼻敏感 我的皮膚竟然還能看到人 是沒有毛孔爆出來 之後又沒有整個人很暗沉 在Vlog是看到我的素顏 對 這樣是挺驚喜的 除了把它當作是面霜之外 我還會用它配合一些工具 去做按摩 我用了一個月多些 很勤力用的 裡面只剩下三分一左右 然後它的滋潤度 是不會油 不會厚的 非常之輕盈 然後很舒服 這樣保持皮膚的水潤 就算你日頭用 它也不會和防曬 或者粉底打膠 它做按摩打底是非常之好的 質地油滑 易推 延展性高 然後你可以配合一些按摩工具 去疏通淋巴 唇膜會明顯一點 然後臉上去沒有那麼浮腫 皮膚慢慢會看到 彈力好 然後很滑 然後你上妝的時候 你會看到 很水潤的效果 而它的好拍檔 用OLA Super Essence Water 就可以做到一個基底保濕 我日常會當它是一個精華水 這樣幫皮膚打底 令到後續的Super Cream 更加有效去吸收 然後天氣特別乾燥的日子 我想大家都猜到了 我用它再加上化妝棉濕敷 做一個加強保濕的效果 這個Essence Water非常之水狀 是不會厚 不會黏的 然後保濕感 是很好的 然後它有香味 不會弓鼻 是蠻舒服的 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甜甜的 對了 它們兩個 味道差不多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原本入秋冬 我的皮膚是超級容易爆光紋 會裂 會脫皮 但是這一段時間 我用了 一直用這個combo 今年是沒有任何紋出現過 是很感恩的 所以我覺得以一個開架價格來說 它們的CP值是挺高的 很適合小資女入手 做一個秋冬的保養 慢慢培養一個collagen boost的習慣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分享完面部的保養 就到手了 冬天我是不可以沒了手霜 因為我雙手很容易乾 有巢 很像婆婆 所以我習慣是每個包包都放一支手霜 但是今年自從遇到它 它改變了我這個習慣 我是願意在包包裡拿它出來 放回我今天的包包 一路換 我是很想用它 每一天我都想帶著它 就是Clarence的 是很驚喜的 我沒想過它們的手霜是這麼好用的 這個它的名字叫做 肉手收護箱 然後手上這個 很漂亮 小王子美麗奇遇限定版 但是不一定是小王子才好用的 它其實正常的 是一樣的 純粹是包裝的 之後它擠出來的質地是 超級滑的 它是很絲滑的那種 然後皮膚是會吸進去的滋潤 不是上面就這樣有塵膜的 它可以是一個很持久 很長時間 你都會感受到滋潤感 但是它又不會很油 不會令到你做事的時候很不方便 油膩很滑 很滑手那種 也不會的 但是它又不是吸光 完全沒有手指印 也有的 例如我現在用電話 這樣去黏 也是有少少的手指印的 但是它真的不會令我 覺得很不舒服 焗住 油膩的感覺 也沒有的 然後它的味 我覺得是 Cream味 是小時候用的 Body Lotion的味 它不是一種 什麼花香 果香 甜 不是的 它是一個Cream的味 然後我看看它的成分 主要是乳目果 但是它沒有我平時 塗新的乳目果那麼厚 那麼焗 它是非常之厚到氣的 一個Hand Cream 我發現它好用 是因為有一次我帶了上飛機 塗一次 是可以去到日本 幾個小時 不需要再補 所以那次之後 我就覺得 原來Clearance的Hand Cream 是這麼好用的 因為我平時 喜歡用它們的Double Serum 亦都喜歡用它們的Lip Oil 未試過用它們的Hand Cream 無論是質地 它的味道 它的效果 我全部都很滿意 就把它一路一路放在身上 這支只放在這裡 我已經用到黏了 所以就知道我有多喜歡它 很快去到化妝品的部分 這兩個月的主題是眼影 真的選了很久 我都選不到 這三盒是非常之喜歡的 講了用最長的這個RMK 它的名字叫做 純色封四色眼影盤 色號是03 超級喜歡 基本上我每次用 都有人問我是用哪一個眼影 它的顏色看起來很單調 好像差不多 但是就因為它這樣 它的變化 它的漸變 不算很大 是很漸層的 很緩慢地上去 它做出來的效果 是超級溫柔的 看不見到那個顯色度 它上到眼 不會這麼深色的 你用掃的時候 它會是一個比較溫柔的 是可以混合到的 你看到它一邊推的時候 慢慢會變得很柔和的 然後這個的橙色那個閃 是超級漂亮的 如果大家想找一些 日系的溫柔系的每一日用 你都覺得沒問題 若會用是很甜美的眼影 這個就是了 第二個是來自Pat McGrath Labs的四色眼影盤 它的色號叫做Velucian Sunrise 大家著重在這一格 各位閃粉紅門尖叫 因為摸下去 它好像是一個很滑的沙灘 軟綿綿的 然後有刀刀的濕潤感 然後它的顏色 一撐出來 看不看得到啊 它那個閃是極級的水波光 是閃出宇宙的 這一盤為了這個顏色 我都覺得是值得的 其他的顏色 例如這個深紫色 你會看到它的霧面 都做得很好 但是怎樣都不夠它的閃粉 它的珠光都很搶 還有一個玫瑰紅色 這個是非常歐美的配搭 你會看到比起剛才的那種 是分明很多的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延展性 這個閃粉 真的你畫幾長 它都可以去到幾長 是無盡頭的那種 一樣是可以這麼閃的 但是這個閃粉 你下妝的時候 是用下妝水是下不到的 下妝油 下完我都可能會看到少少的閃粉 所以這個要用心下妝 但是為了這個效果 如果你是喜歡閃粉 這個牌子的眼影 怎樣都要收一盒它有閃粉的顏色 只要你喜歡化妝品 你就會明白的了 去到第三個 就是早前是Selvages 終於減價我人生第一次 入手了一個Tom Ford的眼影盤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它這麼貴 然後這麼多人追捧 都是四色眼影盤 這個色號是42號色 用一個我平時比較少的桃粉紫色 然後它的粉質實在無話可說 這麼多盒其實我都覺得是很高質的 但是它是最滑的 非常之 你看看手指尾 都可以這麼顯色 它的珠光是極度漂亮的 是超級細緻 完全沒有火粒感 雖然它四個都是珠光 但是你化了上眼 它也是因為有個深啡色 是可以做到深邃感的 不算很浮腫 當收藏也好 當了解這個牌子的眼影也好 總之我跟它是初相式 但是已經是超級 into 希望我快點可以有減價 可以再買多一盒 下一件就關於這個香噴 因為這個小夜燈 我真的覺得這幾個月 除了它們 因為這個也是Canvas 之前是否上一次用什麼 已經跟大家說它的香噴機 那個要入水 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 要用蒸餾水 有時候又忘記了 我發現它們有個小夜燈 是超方便的 這一個它會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它就會亮燈 晚上就可以做一個床頭燈 然後上面你會看到有一個金屬位 你怎樣用呢 就是你長按住它 你就會看到這裡亮了一個藍燈 就是上面開始發熱 你可以倒一些的香薰油在這裡 它就會揮發 令到你那個空間是有那個香噴的香味 不用用水 不用用其他東西 只用它就已經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它會比起那個香噴機 再方便些 但是那個分別呢 就是如果你用那個香噴機 即是一路噴煙 它的味道會再變到空氣多些 這個有少少是像點蠟燭的 但是它就完全沒有火 然後又不需要額外有一個熔蠟燈 我覺得它可以比美到那個蠟燭的那種香味 那種沉穩的感覺 我也是用回香噴機那些香噴 然後倒三五滴下去 然後呢 好像太多了 按住它 你是看不到任何的煙 任何的東西 但是呢 你就不要預期這麼小 可以整間屋都聞到 如果我現在這間房 我放在桌頭的位置 是聞到的 但是如果你說放在這間房 我在廳 就聞不到的了 對啦 它的空間大約是一間房 最重點是它比我想像中 價錢更加相宜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可以賣 它是Canvas一個聖誕的套裝 是295元 大約是這個範圍的了 因為我是買了幾個 送給朋友做聖誕禮物的 他們都很喜歡 女生會喜歡這些東西的了 放心 那希望現在還有得買 我不想介紹一些 是大家看到買不到的東西 那好了 說完這個小夜燈 我放在旁邊 現在很香 那就到最後呢 是一些醬 怎麼可以不說食物呢 還要完結了這麼多聖誕派對之後 我就覺得是很方便 很想跟大家分享 是瑪莎 他們一些的咖哩醬 或者一些的蘑菇醬 超級好吃 超級容易做 以及超級方便 價錢呢 我記得大約是50元左右 或者是60幾元 但是一瓶 什麼都不用做 就已經是有一個菜 都要的 你要加少許的肉 例如我超級喜歡 因為我打算買多一個 放在這裡和大家分享 已經煮完了 就是一個蜜沙拉的醬 一個咖哩 我用它煎一些的雞肉 雞腿肉 煎完之後整個醬 倒下去煮它10分鐘 小火呢 就完成了 什麼都不用做 我只煎一些的印度煎餅 你飲來吃是非常好的派對食物 然後另一個就是一個綠咖哩 這個不是綠 青咖哩 我直譯了 這個也是很簡單的 就是煮一些的雞肉 你切了 然後煮熟了之後 你再加它 再加一些你想要的配菜 例如泰國的藝瓜 或者是一些的玉米筍 那些 之後再倒下去 煮它10分鐘 8分鐘 完成 又是完成了 因為我是在聖誕派對 所以要做很多東西 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逐樣去煮很久 所以其中一兩個 我是做了一些偷雞 超級快的菜 令到大家多些款式去吃 然後又成本不會很貴 是真的很好吃的 還有這個是一個的蘑菇醬 再加芝士 再加黑松爐 是不是聽起來很高級 完全是煮了意粉 然後倒下去 完成 真的只會開火已經煮到了 很多款式 唯一你要去留意 就是不要大火 如果你是廚藝新手的話 它們是非常簡單的 你只要小火 這些可能是10分鐘 8分鐘 然後意粉醬 直接不需要煮滾 你是煮了意粉 然後火弄到最小 倒下去拌一拌 有少許的熱度就可以了 非常好吃 你會覺得自己 為什麼這麼厲害的可以煮到 但只是靠醬 所以如果你說 我想簡單 很快地煮個晚餐來給自己吃 或者是 我想煮給另一半 做個煮飯仔 燭光晚餐 但是對自己的廚藝沒有信心 它們完全幫到你 然後瓶我會留下 因為玻璃瓶都可以有用 可以裝飾 好了 今天十一十二月用什麼 來到這裡了 其實還有東西想分享 但應該可以組合 做一條影片 因為聖誕節 很多朋友 街坊鄰居來到我家 發現我有些家電 為什麼你沒有拍片說過 為什麼沒有見過 但是很棒 所以應該會有個 家電生成員的第四集 但是這個搶著大家 我會慢慢排下去 希望可以盡快 總之希望大家今天這條影片 可以看得開心 因為這幾個月真的很忙 我都盡量可以剪到片 我都剪給大家看 Anyway 新年快樂 今年所有東西順順利利 身心健康 一切都是全部很好 其實好像不是新年第一條影片 但是不要緊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拜拜 拜拜